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24日 今天看到海外的万维网 发表一篇文章讲到 美国的总统拜登 现在的权力是有限的 因为美国是三权分立 司法还是对总统的权力有所制约 你看在这个新唐人发表的文章 万维网转载的 题目是扩展到全美 法官无限期禁止 拜登的暂缓驱逐令 2月23号 美国德州德克萨斯州 这个叫联邦法官 叫德鲁迪普顿宣布 无限期禁止 拜登政府暂缓 暂停驱逐非法移民 100天的行政命令 我们知道拜登上任以来 以下在1月20号签署 17项新唐人 其中有一条就是非常得到那些 非法移民的欢呼雀跃 就是暂缓驱逐非法移民 100天 命令是其中的一个 所以1月26号呢 德鲁普顿发出了命令 暂时叫停了执行 拜登这一命令 随后又将暂缓令执行 就这个该暂缓执行令 延长14天 直到2月23日 你看 而且呢 周二 说德鲁普顿再次发布禁令 将在全国范围内 无限期禁止 拜登停止驱逐 非法移民指令 在案件得到解决 或在上诉法院等联邦法院 下达进一步命令之前 禁令将持续生效 那就等于搁置他这个所谓的 就放宽政策 这个行政令了 对不对 可以看到 这个拜登和川普一样啊 在行使权力过程当中 这个都会造到这个啊 这个一些法官的 这个设置的这个 这个防护线啊 防护栏啊 所以司法是独立的 多多少少的 应该将对这个 总统的权力有所制约 我们知道川普不就搞了 行政令 抖音啊 还有微信 微信那时候 这个微信的确是不安全啊 因为国内那些公案 就按照微信上面的信息 开始这个 行使所谓的法律 规范别人隐私 所以在这个北米这个地方 川普是很烦的 曾经下令啊 这个让这个 微信下架 但是有人告到法庭了啊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 这个权力 总统的权力 他这个最高的领导人 和中国不一样啊 中国呢 习近平下个令 那谁敢阻拦 哪有法官敢阻拦 那不笑话了一样啊 所以这个 拜登 这次非常地恼火 肯定是啊 说是这个 蒂普顿 在105页的裁决令到中 出了一本书 105页就一本书了 有证据显示 说这些犯罪的外国人 和州内罪犯 有明显的累犯倾向 因为很多移民 非法移民涌进来了 其中有一些人是 这个 犯罪协议人的 因此法院认为呢 德州以优势证据证明 它可以合理预料 到100天 暂停驱逐 非法移民的命令 将导致 大量犯罪的外国人 和无人陪伴的儿童 进入德克萨斯州了 并在该州自由的移动啊 这给该州政府带来 意想不到的拘留设施成本 你想 现在麻烦大了 给大家看 网上这个图 这个图子炒面 很令人震惊 看一看 这么多的人 当然主要是北美 一些国家 翻过这个墙 原本川普搞得挺好 建筑的边境墙 边境墙我认为非常有必要 通过这个设施 可以减轻这个成本 也使这些 边境的这些 这个公职人员的 执法的过程当中 这个能够 就是说 方便一些 结果你看 人都带着一种 到美国 找到梦想的 一种祈求 奔向美国 浩浩荡荡荡荡荡的 这个一名大军 难民大军 这是麻烦啊 德州总检察长 肯 帕克斯顿 在月20号指出 21号指出啊 拜登这一新政令 违反了联邦法令 和一项协议 即联邦政府 在做出这样决定之前 需要征求 德克萨斯州的意见 1月22号 这 培克斯顿 在联邦法令 正式起诉 拜登政府啊 指控 暂停驱逐 非法移民的命令 违反了该州 与联邦政府 在川普政府 实习起大声的协议 国土安全部 有责任 促进 对非法移民的 遣返 就拜登这个政策 他是肯定是受到 那些这个难民啊 这个移民啊 就非法移民的 这个欢迎 有这么一个人 放开这么大一个口子啊 这么多人涌接来 当然高兴 但是一下子 给美国增加了负担啊 你想原本 美国经济就不振啊 又赶到疫情 这是困难时期 你想来这么多的人 怎么办 你说 是要实行人道主义 但是 你的量力而行 拥有这个承受能力啊 而且你 接纳一批人 又来一批人 是不是啊 最好的办法就是 已经进来了 反正就 能安排就安排了 然后边境墙 建的高一点啊 延一点 以后 这个 这个 要这个 加强执法力度 可能好一点吧 因为有些人 来了很多年了 我看了很多报道啊 有些人 就特别儿童啊 怎么办 这个你看 从什么角度去看啊 从一个角度去看 好像这是正确 从换另一个角度看 这也是正确 所以现在这个 拜登也是两难了 但是他竞选之前 就承诺啊 是吧 要承诺这个 竞选这个 这个 这个过程当中 对选民的 这个答应的事 必须要办到 这也是个问题啊 这篇文章讲 帕克斯顿 在宣读起诉书的 声明中说 我们的州 保卫 全国最大的一段 南部边境 如果不能正确的 执行法律 将直接和立即 危及我们的 公民和执法人员 拜登曾在竞选期间 承诺 暂停驱逐非法移民 出境一百天 停止修建 边境墙 并为生活在美国的 上千万非法移民 提供成功 成为合法居民的途径 你看拜登这边 使这个政策宽松 法官在德州受到阻力了 法律方面 在设置阻力 在加拿大呢 现在也有个消息 我听说比较可靠 就是今年有疫情影响 联邦政府接纳 移民的素额不够 不够 有些人根本分数不够 分数没达表 而且还有一些 申请政治庇护 条件也不具备 也不是太具备 结果现在都一遍赶 全部接纳了 我看到有个名额讲 有一个报道讲 接纳难民 素额 每年都是有个固定额 有这个难民法庭 法官判 说今年就特别宽松 这几个月 很多人高兴坏了 就特别走运了 正是这个时候 留在加拿大了 或者是这个需求毕业的 以前有的可能 就很难留下来 现在都留下来 有一些申请难民的条件 并不是太具备 这个也暴容进来了 运气好 又是方言 他现在看来 在美国不是这么回事 美国智库移民研究中心 的一项分析发现 如果拜登这项行政令 最终获法院批准 他就会阻止移民官驱逐 约85%的非法移民 而在这些免于被驱逐 出美国的人当中 包括性犯罪者 实行家暴和欺诈罪犯 这些人进来之后 你虽然你拜登兑下了承诺 但以后你这个 社会的犯罪率就增加了 对不对 这样就更大的麻烦 增加了对他们的监管 这个一些成本 所以这是利弊重生 作为统治者也是很不容易 有的人想走一下 有想诱一下 说到各方面的前置 三权分裂就是这个特点 有的时候法官权力很大 你看从什么角度来讲 但是我认为这种政治体制 总是比较好 可以控制人的权力 你像中国国家那些领导人 各级官员 权力就太大了 算是一个领导 只要当个官在地方 那都是叫黑熊大理人 一手折贴 我们东北话讲最深的生动 喝啥子大理人 一手折贴 确实那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一个是腐败 一个是王法 腐败和王法都联系在一起 先是腐败 腐败完了怕别人报道 怕别人批评 然后就王法抓人 他连在一块的 所以权力这个过大 导致人家疯狂 很容易出事 拜登这一次碰的壁 这个情况类似 有点类似 穿扶了 这有意思 那今天还把其他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